好迷途事件真的是持续在演艺圈当中发酵 而且现在难道是水很深吗 另外包含所谓的财经大咖 还有在演艺圈的很多大咖 全部都卷入了 这一回呢被点名的还包含了财经名嘴 同样也是主持人的阮木华 主要是有一名电视台的前员 电台的前员工哦 他说这个阮木华呢 借着酒后在车上嘴巴硬亲上来 而且伸手摸他的胸部 到现在还是造成了阴影 只要听到阮木华的声音呢 就会立刻转调二十几岁所受的委屈 三十几岁他才敢说出来 好但是针对了指扣 阮木华立刻说这个部分是莫须有 将会保留法律追溯权 好但是进一步呢 这个电台的前员工 他又直接拿出了对话记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赔罪的对话记录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 电台前员工有说 我很尊重您昨天就当您是喝醉酒了 好结果呢 这个阮木华当时还有回说 我们早个时间在一起吃饭 不会喝酒我会向你赔罪 好当然现在呢 这个对话截图都已经直接被 这个电台前员工给拿出来了 好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到 还包含了艺人NoNo 好主要是因为游民女网友说 当年自己还是一个小魔的时候 遭到一名知名的搞笑艺人强吻揉胸部 好对方还说你不要紧张 因为一回生二回熟 结果呢完全没有一句道歉 他说呢指控是句句属实的欢迎本人来提告 好当然当下他有给了个线索 外界就觉得说 哎你说的就是NoNo 不过NoNo第一时间是否认的 他说呢我如果做错事的话 我会认错 但是没有印象的是 我到底该怎么回应啊 不过呢这个女网友他还立刻说 其实句句属实所以我欢迎你来提告 但是我们来看到 现在还有位网红小红老师 他说录影劫事的人 表示说曾经有遭到一位这个恩哥摸腿 而且还滑进内裤 并且强暴蛇吻柔胸 他其实有同时呢进宫 当时还带着梦想的女生 好当然现在呢 这演艺圈的恩哥指的到底是谁呢 大家恐怕呢也都在猜测 另外还包含了 黄紫焦他日前拍影片的时候 爆料很多演艺圈不为人知的一幕 很多艺人私底下的一面 当时他开了地图炮 他有直接说有一位已婚女歌手 外遇制作人 好他说的到底是谁呢 这个是年长玉 他有直接说了 会被黄紫焦特别点出 那么一定是有交集 或者是想追的女明星 一定是有爱有恨过 根据他多方的了解 好人家给我的讯息 他直接说了就是六个字的女星 到底是谁呢 现在想必很多人心中都有答案了 也都要开始猜一猜了 好不过现在呢 我们还要来看到哦 很多人这一回因为me too风暴 人设直接翻车了形象 也是一系之间全毁 这个是艺人黄灯辉哦 他自己先自首先认错 他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坦诚 小时候不懂事 好曾经有霸凌同学 认为自己某些无心的作为 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而自己呢一直到长大之后 才开始慢慢体悟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不应该心存侥幸 好另外呢 希望自己都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黄灯辉他也直言了 人往往会因为意识冲动犯下大错 但是呢只要是愿意承担起错误 扛起该父的责任 向被害者好好忏悔 还有就是要必须承诺 永远不会再犯 好那么就很值得再给一次机会 另外呢这个是黄子娇了 黄子娇呢现在其实呢 深陷性骚扰风暴 他即将开播的一个节目 叫做未来少女 这个节目呢是女团养成的节目 制作单位已经发了声明表示 黄子娇呢不会再参与节目的录制工作 但是呢关于第一次录制的内容 黄子娇的部分到底会删除 还是会照常播出呢 另外就是包含了首次录影的内容 到底会剪接为几集等等的问题 其实制作单位呢都表示 目前还在后制当中 这个部分是还不知道的 至于未来会不会找人替补黄子娇呢 制作单位则是表示 暂时不会有任何的替代人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